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2月1号 欢迎大家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砖 咱们今天聊一个跟很多人密切相关的话题 就是中国的餐饮倒闭潮 当然是某些地方的 餐饮的倒闭潮跟工厂的倒闭潮不同 因为工厂的反应抱负了很多影响 跟老百姓的实际生活中间还有若干个环节 而如果餐饮的倒闭潮 未来会进一步扩大到全国的话 现在还没有 那如果进来扩散到全国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寒冬 这个领冬将至这个寒气就到您家门口了 那下一步是什么就所有人都知道了 所以今天我们着重的简短的 快速精炼的咱们来过一下 来了解一下中国这个餐饮倒闭潮是怎么回事 好 那我们首先先看一下一些新闻的事实 我们先不着急下结论 郭正宏我们可以自己来判断这样的景象意味着什么 OK 那么根据相关的媒体报道 中国的一些餐饮网站 某些媒体走访了北京 成都 上海 深圳等等地区的 包括广州的很多商圈 街区 就是那些平时人流量比较大的 所谓的旺铺 真正的旺铺和消费区 但是他们发现眼下中国的餐饮市场的真实的热度 已经低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你比如说有一些广州的消费者 说有一个叫江南西的一个店铺 这个地方的倒闭速度让他震惊 他说他周一还去吃了螺蛇粉 然后等周六再路过的时候 这家店已经在搬设备 已经在撤店了 那么这个所谓的江南西是广州 当然我不知道 广州的朋友应该知道 是广州热门的商圈之一 据说有很多大型的商超综合体在这附近 人气一直很旺 但是现在8月份已经关店的一家螺蛇粉 很多的街边的小吃 大家喜欢的 到现在了已经三个月过去了 还是无人接手 而且不仅如此 沿着这个商圈一直往前走 你会发现整个总长 也就是2000米 两公里 大概这样长的路 有十多家门店已经关店歇业倒闭了 其中有包括什么炸鸡店 卤肉店 还有什么什么肉卷店 还有什么猪杂粥店 烧烤店等等 那么其中关店的大部分是单体小店 那种大的 那种连锁的还好一点 但是也有一部分是连锁店倒闭了 就是那些品牌可能比较靠后的 头部像海底捞 忙着跳 科目三是吧 还没有倒闭的迹象 然后更可怕的是 那些倒闭的这些餐饮店 经常是连排倒闭的 这点很关键 为什么呢 因为餐饮讲究什么呢 讲究扎堆 越扎堆生意越好 你想想什么道理 不是说竞争啊 因为比如说我是卖烧烤的 隔壁是卖拉面的 那边是卖寿司的 那边卖什么的 我们扎都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餐饮商圈 这样顾客他不能天天吃我的烧烤 他也不可能天天吃对面的寿司 他总得调和人来 但是只要他到这地方之后 他今天想吃寿司了 去他家 明天想吃烧烤了 来我家 只要他来到这地方 这个钱总归是落在我们 这个圈里人的兜里边 他不会往外跑 如果分得很散的话 今天他去那边 明天他去那边 离我这远 他就算想起想吃烧烤了 他也想不到到我的店来吃 他就到别人店里去买 都在去就了 这个顾客对于我来说就流失了 你想是不是这么道理 所以对于餐饮来说要扎堆 但是倒闭的时候 如果扎堆倒闭 就证明这地方是真不行了 不是一个人承不下去了 不是一个人的经营方法 或者餐饮 或者口碑有问题 而是整体的环境导致的 承不下去了 而且你看这图片 说是有这个广州茶饮 一条街之称的 叫天河南一路 门店更加的凄凉 据说说这个区域正在转租 或者招租的茶饮店 就有六家 还有那么三四家 正在拆这个尾档 就是也不干了 而且不仅如此 咱们把视角拉远 并不只是广州 还有什么长沙 成都 北京 深圳 贵州 等等这些地方 都出现了 类似于广州这样的情况 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 你看有人说 福建的有一家鲁味快餐店 11月关门 店主表示说 他4月份盘了一个店铺 50平 月租7000块 每天营业额就700块钱 600块钱 真的扛不下去了 只能转让 仅仅半年的时间 他亏了20万 然后等转让的时候 店里设备才卖了5000块 亏到死 根据中国的企查查数据 中国今年1月份到10月份 全国餐饮累计新注册的是350.1万家 比平时往期多了37.4万家 这个看起来是繁荣是多了 但是与此同时 全国的餐饮累计吊销量达到105.6万家 而去年的同期仅为53.8万家 也就是说倒闭吊销的数量多了一倍 那观众朋友们 您想一想 这里边的弯弯绕在哪 之前的多注册的餐饮 那些人并不是看好餐饮 而是什么 其实你去查一下 咱们去年播报的一些新闻 你能找出一些端倪来 就是那个时期 中国的疫情终于从风控中放开 所以2024年1月份 有很多憋了很久的人 手里好不容易存点闲钱 最终是没听劝 没听监头劝 没无助 那我干点啥呢 很多人就是他没干过很多行业 但他就觉得有几个行业是可以干的 一个是按摩 修脚 挫脚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餐馆 这几个行业 他们觉得就是有手都能干 会炒菜 请个厨师 乘个厨子炒呗 那个奶茶店 这都是他们喜欢干的 但是就是这些人 他们撑起了新注册的数量 但是你看到倒闭的非常快 就跟咱们这个时间说过 说相声是一样的 郭德红说的 这不是我说的 郭德红说 说各行各业 你说让他唱京剧去 他觉得说他唱不了 那太难了 唱平息 那不行 但是你说说相声 你看他也有嘴 我也有嘴 他能说我也能说 其实人家相声的功夫 是进了门之后 你得练灌口 你得把他吊嗓子 说学逗唱 你得去学学 一样的道理 脱口秀也是如此 看着都简单 自媒体实在来了 来吧 我们也拿个相机录吧 结果好多人 我有些朋友也是 录了半天 自己弄了一身的赌心 怎么我说的这么好 都没人看的 所以这个餐饮也是一样道理 你没有经验 没有什么东西 在中国市场 又赶上这个凋零的时候 没有空间给你积累 那可不就投进去 然后死出来 所以综上所说 你会发现 中国的这一波餐饮倒闭潮 是我们之前所说的 领冬将至的进一步发展 像前面说商场 加工 那些倒闭了 比如一个化肥厂倒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是农民 我并不能第一时间能感受到 但是餐饮业 它是离居民生活最近的 如果连餐饮业都倒闭了 都有倒闭潮了 那就证明这个企业 或者这个市业 这个市场 说错了 市场说错了 这个凋零到了一个 令人发指的地步 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对吧 什么情况下 经济繁荣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餐饮业 服务业才会多 OK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在北京 北京大概是 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得是十多年前了 小二十年前了 这时光真是一眨眼就过去 二十年前 北京开始兴起了建大学城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 很多北京的朋友应该有印象 包括可能后来全国各地 也是兴起建大学城 那些大学城的选址 因为市区很贵 那大学又有活动区 又有教学楼 占地 大学瞪不起 就搬到北京 是什么廊坊大学城 还有什么其他的 就是什么通州 那我不太清楚了 反正这几个大学城 城块的 他们去那大学城的时候 地方是荒的 或者说就是农村 周围还有庄家地 但是很快的 五年过去了 或者一届学生过去了 那些学生去那儿的时候 那个地方上只有一些 可能比如在村落里边 可能只有那么两三家小超市 两三家小餐馆 甚至连旅馆都没有 但是等这批学生 就是四年一届吧 四年这一波上完之后 那些周围靠着这大学城的学生 这繁荣起来的村庄 你再进去看 我去过一次 哎呀那里边繁荣的 我跟你讲 你就看不出来这地方 四年前是个村 破的不行 就跟个小县城一样 只是四年时间 这帮学生的消费能力 就把这地方经济完全 烘托起来 那个村落里边 十几家的网吧 这就是说二十年前了 十几年的网吧 然后呢 还有这个同样 比这数字得二三十家 或者更多的这个餐馆 各种口味的 包括这里边还算上 什么奶茶店什么的 这种一眼过去 还有什么 还有很多的那种 当然数字我就不清楚了 但是看那个招牌大概的 也得有个几十家的那种小旅馆 专门供给学生和他们的女朋友 解决问 因为那地方没有大宾馆 那么就是一般就行 类似于这样的 你能想象吗 四年时间 这些东西繁荣很快的 就像下过一场雨之后 长出的蘑菇一样 野草一样 哗就起来了 但是什么时候 这些野草蘑菇会枯萎 冬天来的时候 温度来得快 你看那些树 没什么事 顶多叶子掉了 来年经济复苏了 那些大企业就是大树 还能再重新复苏 小企业死俏俏了 冻死了 没有根基 餐饮是距离居民 吃穿住行 柴米油盐酱茶 最近的行业 如果连餐饮都不行 都活不下去 都倒闭的话 那真的就是这个社会 已经没有任何 可以让百姓投资获利的区域了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 餐饮倒闭了 不行 我们没地吃饭了 不是 你放心 一定还有很多 但是都是那些大企业 大资本 相对来说 有势力的 有背景的 它证明中国的经济的活性 进一步的降低 对于老百姓的窗口 进一步的关闭 是这个意思 那以后呢 这一步咱们往后看 领冬将至 冬天来了 寒气来了 下一步呢 把你冬死啊 中国为什么要搞玉制菜啊 中国为什么要搞这个社区食堂啊 都是为什么时候服务的 就是为了寒气到你家门口之后 然后再下一步准备的 当然现在还没到 还没到那个最后的时刻 到了最后的时刻了 寒气一脚踹开门 涌进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噩梦才开始 你就可以参照当年的大跃进 参观文革时期的一些迹象 可能会换一个新的花样 或者换一个新的套路 但是一定不会让咱们很舒服 就这个道理 所以我今天录这个小段 主要目的就一个提醒大家注意 如果说有想做生意的 或者你手里边你还有点闲钱 或者你把房子卖了 你把首付捣出来了 甭管怎么样 把你的钱留住 OK 哪怕买点粮食存起来 或买点硬通货存起来 你也不要去投资 OK 餐饮的倒闭潮 就意味着中国已经几乎 没有任何的投资环境 就是拿说像上去的例子 就是市场惨淡到 人们的信心丢失到 连相上这样 最容易让别人觉得说 我也能干的 产生这样错觉的行业 都没人干了 这个市场会淡到什么样子 你觉得你是真命天子吗 你是异世界穿越过来的主角吗 你有这个能力说 你就靠你这点钱 你就能繁荣中国经济 别人都亏钱就你赚 别把钱砸水漂了 你真要是闲着钱慌的话 你不如去分给乞丐 你不如去真的做点慈善 帮助那些饿得快要饿死的人 你不是还能吃上饭吗 去帮助他们吧 那个比你的钱 砸给中国市场 砸给中国这个整个体系 要有价值的多得多 好吗 那行吧 今天话题咱们就聊到这里 对于本期内容有什么观点看法 或者说您自己身边的 您在中国国内 有什么倒闭潮 有没有啊 是不是 欢迎您分享 在评论区 咱们大家一起来交流 然后如果喜欢这段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订阅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